我老婆其實說實話 並不是個好相處的女生 但是她的不好相處 是因為她很有自己的主見 然後她不會輕易的饒過你 所以說我看網路上面 很多人就說想要娶老婆 就要娶像十一郎這種 怎樣... 我說你來試看看 譬如說那時候講到就是說 我們復合 我們分手 然後又復合了那時候 然後在大學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那這是最後一次了 那如果你之後我們再分手 我告訴你 我會活不成 她就直接說我會活不成 活不成... 那我就上... 後來我當歌手了 我就講到這段往事 我就開始講... 我就說 她就跟我講她會活不下去 回去了之後 我沒有跟你說我會活不下去 我告訴你是我會活不成 活不下去跟活不成是不一樣 我懂... 我懂那個差別 你懂嗎... 就是作詞人就是創作者 就是對我來說不是一樣 然後那段時間就是 有時候也會想不開嘛 吃乳酪飯就看到一個新聞說 有一個人因為欠債六十萬 他燒炭自殺了 我看了好生氣喔 我說為什麼 我多麼希望我才欠債六十萬 對不對 那後來我吃完那個 我吃完那碗滷肉飯 我就想說 對啊 我不能這樣想不開 要是有一個人欠債兩億 他看到我這樣想不開 他會不會很生氣 所以我一定要... 你好會轉念喔 所以我一定要價值兩億以上 我才可以這麼想 對 後來我就認識Ponko了 對 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碰著 你也是很有價值的國標 當然